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我們網上的主日學 今天主日學要講的題目是 第六講 大先知書災難的末世預言 第八節 以賽亞先知的末世預言 第八講 我們先做一個祈禱 天父上帝多謝你 帶我們今天的時間 讓我們一起來學習主日學 求主與我們同在 開啟我們的心 讓我們明白主的華語 感謝祈禱奉耶穌基督的聲明 阿門 我們今天要看的就是關於以色列漁民 什麼叫漁民呢 就是漁下之民 靜低的 Remnant 即是在末世的時候 靜低的一班猶太人 以色列人 有很多經文說到他回歸得救 還有他回歸復國 重建聖城 重建聖殿 我們先看一看 今日只看漁民回歸得救 這一段 因為經文很多 所以我們先看第九 以後我們再慢慢 逐步逐步來看 好了 我們來看漁民回歸得救 我們將一些重點的經文 用黃色標示 我們先看一看 首先是 第十章的二十節到二十三節 到哪日以色列所聖下的和雅國家所屠罪的 不再以靠哪激打貪污的 卻要誠實以靠謠話以色列的聖者 所聖下的就是雅國家所聖下的 必歸回全能的神 以色列人的百姓 雖多如海沙 唯有聖下的歸回 這節經文 保羅在羅馬書裡引用過 原來滅絕的事已定 必有公義施行 如水障日 因爲主萬軍之夜華 在全地之中 必成就所定規的結局 特別注意 原來滅絕的事已定 必有公義施行 如水障日 因爲主萬軍之夜華 在全地之中 必成就所定規的結局 這應該是未來要發生的事 是未應應的 因爲公義施行 如水障日 這個是千禧年 或者是基督再來的時候 再江南的時候 這個公義就會障日 好像水一樣泛爛 以及滅絕的事情 就是滅絕 世界末日 滅絕 好 以賽書十一章十一到十三節 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成的 就是在亞術 埃及 巴特羅 古什 以南 斯拿 哈馬 並眾海島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國樹立大旗 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 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太人 以法連的責道就必消殺 妖害猶大的必被剪除 以法連必不窒渡猶大 猶大亦不妖害以法連 我們看 特別重點就是 主二次伸手救回百姓中所餘成的 就是末世 末世的時候 曾經主帶領他們 被老 外邦 然後再帶他們回歸 但是第二次就是末世的時候 再第一次帶他們回歸 帶他們回歸的時候 這裡講到是在亞術 埃及 亞術 埃及 比較容易明白 亞術就是敘利亞 埃及 但是就是 伊特羅 古什 古什就是埃塞俄比亞 伊特羅在他旁邊 然後呢 以南 斯拿 伊拉克 伊拉克 斯拿 就是 今天的伊朗 伊朗兩伊 然後呢 哈馬 哈馬 就是 以色列的北邊 尼巴嫩 最上去就是土耳其 所以這個區 還有一種海島 地中海的 很多海島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個地方 這裡所講的地方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地方 七個地方 都要回歸 耶路撒冷 都要回去 好 在這裡呢 我們要特別留意 古實 最難變 哈 就是這個 埃塞俄比亞 回歸的 因為這個呢 在歷史這邊呢 發生過 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一九九一年 一萬四千 猶太人呢 回歸以色列了 所以基本上 埃塞俄比亞 沒有什麼猶太人 那 就 當時呢 有一個叫做 所羅門計劃的 我當年呢 都有捐錢的 都有 支持他們 以色列 將他們的 在埃塞俄比亞的 的猶太人 接回去 你留意 他們呢 皮膚很黑的 他們呢 每個人頭上 是貼了一些號碼的 他們是驗過 DNA 裡面 是真的有猶太血統的 雖然皮膚很黑 但實際上 他們是猶太人 當時呢 是很厲害的 就用這些 這樣的飛機 就把 一萬四千人 一架 一架 一次一次的 就把 猶太人 在埃塞俄比亞的 猶太人 全部接回到 以色列 回歸了 這個很大的 一個 歷史事件 行動 好了 十四節 他們要向西非 摸在 非歷史人的 劍頭上 一同 努略東方人 伸手按住 以東和 摩額 阿門人也必 服從 信服他們 而 必使埃及 海 擦 枯乾 所以 尊重 尊重 以暴熱的風 使大河 分為七條 令人過去不致 濕腳 還未認認 所以用黃色標示 大家要注意 尼洛河 會分為七條 現在我們看看 尼洛河 有些部分地方 河床已經乾 所以過去不致 塞腳 他的腳都乾 也不會有水 為主余盛的百姓 就是從阿述盛下回來的 必有一條大道 另外一條大道 是會通向阿述 通俱利亞的 如當日 以色列從埃及地上來一樣 埃及地上來 就是埃及地上來 過紅海 分開走乾地走 即是上帝的拯救 開一條路 讓他們過紅海 然後耶穀華要連述雅各 迫再簡說以色列 將他們安置在本地 寄居的 迫與他們聯合 貼緊雅各家 愛邦人 迫將他們 帶回本土 真是很特別 是愛邦人 會將他們帶回來 以色列加 迫在耶穀華的地上 得愛邦人為蒲鼻 也要努力先前 努力先前 努力偷門的 核製先前 核製偷門的 我們看這裏 在敘利亞 阿述 就是今天敘利亞 敘利亞的猶太會堂被炸毀 這個是敘利亞的猶太人 在1948年的時候 有3萬的猶太人 寄居在敘利亞 到了1949年3月 敘利亞總統 赘利亞總統 赘利亞總統 赘利亞 他准許 五千個猶太人 回歸以色列 所以 阿述政客回來的 真是實現了 以色列人 有五千人 由敘利亞 阿述 回到以色列 到今天 以色列加勒 阿迪 在耶華 地上 得外邦人 為狐狽 的確 以色列有很多外邦人 在那裏打工 以色列要努力先前 努力他們的 核制先前 核制他們的 譬如 阿拉伯人 敘利亞 巴勒斯坦人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表 就是以色列 在過去的日子裏面 陸陸陸陸陸陸陸 攻打 敘利亞 到哪天 萬鈴之夜 說必做他 儒勝之民的 榮冠華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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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造了在位上 行審判者公平之靈 並城門口打退 仇敵者的力量 這個應該是 將來在清晰年 主災的時候 這個實驗 要說 會成為他們的審判者 他們必歌唱 將守聖節的夜間一樣 並且心中喜樂 將人吹笛 上耶華的山 到以色列的盆石那裡 這個部分仍然 因為以色列復國之後 以色列真的歡呼歌唱 好像守聖節一樣 吹笛 我開心 在石磐山 以色列的盆石 就是神的保護 但是以色列的聖殿 還未重建 所以部分仍然未應認 所以這段經文 都會在千千年的時候實現 以書43章1-7 都略落提到 以色列回歸的 雅各雅創造你的耶和華 以色列造成你的哪位 現在如此說 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救贖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 照你 你是屬我的 你從水中經過 我逼與你同在 你躺過江河 水逼不慢過你 你從火中行過 逼不被燒 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 因為我是耶和華 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聖者 你的救主 我已經使埃及做你的屬格 使古實和西巴代替你 因我看你為寶為尊 又因我愛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列邦人 替換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 因我與你同在 我必領你的後裔 從東方來 又從西方照聚你 我要對北方說 交出來 對南方說 不要拘落 將我的眾子 從遠方帶來 將我的眾女 從地極領回 就是凡稱我為名下的人 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 是我所造作的 這個是仍然的 神會將以色列文 由四方 由東方 西方 北方 南方 將眾子 眾女 由遠方 由地極 全部領回回來 請我名下的人 這個 就在應應 由1948年 以此復國之後 老老祖祖祖 有很多猶太人 由東南西北 四方 回回去 當然到了抹世主 再來之前 會有更大的回歸朝 因為子耶穌說 從四方 將他的子民 招集回來 這裏經文提及到埃及做你的屬嫁 古實和西巴代替你 這是歷史中認認的 埃及古實西巴代表當時非洲 按歷史來說 不是指古裂本人 即是波斯王 是他的繼承者是甘比西斯 甘比西斯繼承將這些地方攻下 所以以塞亞說是神給古裂王 這些地方釋放以斯利盟歸國的代價 所以到了古裂的時候 他就放以斯利盟回去 讓他們重建聖殿 我們再看以塞亞書49章5至13節 要說從我出胎 做就我做他的仆人 要使亞國歸向他 是以塞列到他哪裏聚責 原來要說看我為尊貴 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 現在他說 你做我的仆人 使亞國眾之派復興 好了 特別我們要注意 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歸回 相為小事 即是說 以色列剩下的回去 保存他們就是小事 甚麼是大事呢 就是 我還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重要了 成為世界的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極了 即是以色列要成為世界的拯救 這個應該是千禧年 主耶穌回來之後做王 以色列成為世界的愛邦人之光 救贖主以色列的聖者耶穌華 對哪被人所藐視本國所珍惡 官長所虐待的如此說 君王要看見 就站起 首領也要下拜 這個還未認認 還未提及到 以色列可以有這樣的反應 世界的君王還是很驕傲 基督回來的時候就不同了 他們就要下拜 要站起 都因信實耶穌華 就是挑選你以色列的聖者 耶路撒冷的復興 就是耶路撒冷將他復興的時候 就是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 基督為王 所謂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所有的君王都要向他下拜 耶穌華如此說 在越南的時候 我英文了你 再拯救日子 我製作了你 我要保護你 使你作眾民的忠保 復興遍地 我相信這個還未實現 基督再來的時候 主再來 這樣就實現了 復興遍地 使以色列做眾民的忠保 當然這些經文 你可以看為 尼賽亞的一個經文 就是基督作為萬民的忠保 基督要復興遍地 使人承受荒涼之地為業 對哪被困綁的人說出來罷 對哪在黑暗的人說顯露罷 他們在路上必得飲食 在一切靜光的高處必有食物 這就是基督的救贖 神的保護 拯救 不饑不喝 言亦和烈日 必不傷害他們 因為連率他們的 必引導他們 令他們到水泉旁邊 都是一個象征 代表著神怎麼帶以色列人 是回去的 平安的 我必使我的眾山成為大道 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看納 這些從遠方來 從北方 從西方來 這些從北方 從西方來 這些從秦國來 一會兒我們說一下 什麼叫秦國 這類似前面所說的 有東方西方 北方南方 朱天應當歡呼 大地應當快樂 眾山應當發聲過場 因為已經安慰他的百姓 也要連率他群父之物 這是神的拯救 帶領他們回歸 當然到了末西的時候 神就保護他們 保守他們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秦國 這些從秦國來 有些學者 適經解經說 秦國就是秦朝 中國 或者China 所以有些說 信律會帶領一些猶太人 從中國回到以色列 當然 中國在荷蘭 開封那邊 都有很多 很久以前 猶太人 僑居在中國 已經有很多 在中國面孔 但其他都是猶太人 當然有些 都是回到以色列 都有回歸的 但是 也有些 解經說 這是指 埃及南邊的 阿斯王 就是 和合本 叫希尼 希尼 是尼諾河 第一步步邊的城市 古埃及 魯比亞 南邊的邊界 這個地方 在希尼文 文獻裏 說 伊里芬丁 就是今天的阿斯王 這是 《舊約聖經》背景的 注釋 所以他解釋 阿斯王就是這裏 埃及南邊 以色列的南邊 這個地方 原來這個地方 很出名 是世界七大水壩之一 這裏有很大的水庫 有些學者認為 Sewin Sewin 就是阿斯王 阿蘭語 也是接近的 死海古卷 也是有翻譯成 Sewinim 都是指阿斯王 這個地方 而七十字葉本 就譯成了波斯 波斯 近遠 但是 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度假聖地 很漂亮 也不排除那邊 也可能有很多猶太人 從那裏回到以色列 好了 我們再看 十四節到二十三節 49章 世文說 而是說 你起了我 主以忘記了我 苦人因能忘記他 吃乃的嬰孩 不連須他所生的兒子 即是說 有忘記的 我卻不忘記你 漢下我將你銘記在我掌上 你的長門上在我眼前 你的兒女必急速歸回 毀壞你的 是你荒廢的 迫都離你出去 你舉目向四方觀看 他們都醉疚來到你 這裏 以色列回歸 四方都回來了 又說 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 你必要以他們為裝飾配戴 以色列回歸 好像裝飾配戴在上帝身上 以他們為華大 促腰 像辛虎一樣 辛虎 真是華大 促腰 真是 上帝把他們帶回來 好像衣服穿在身上 好像裝飾 帶在身上一樣 吞滅你的必離你遙遠 當年迫害以色列人的人都離開 你必聽見喪子之以後 所生的兒女 再一次新生 這地方我居住太宅 求你給我的地方居住 哪時你心裡必說 我既喪子獨居 是被老的 漂流在外 誰給我一生這些呢 誰將這些養大呢 撇下我一人獨居的時候 這些人在哪裏呢 真是 一個 反語 好像不可能 我喪子 我只有一個 怎可能會再生這麼多出來 他們在哪裏呢 但主耶說 如此說 我必向列國舉手 向萬民說立大旗 他們必將你的眾子 懷衝普來 將你的眾女 堅相 抗來 抗來 這就是部分應驗 以色列復國1948年的時候 真是世界聯合國都投票了 很多國家 有些反對支持 所以最後以色列復國了 各個國家都有份去參與 幫助當然有很多反對 阿拉伯國家都反對 巴勒斯坦 當地的阿拉伯人都反對 但是呢 還未完全認認實 因為到了千興年國度 基督再來的時候 神真的向列國舉手 向萬民說立大旗 基督回來 所有的猶太人 漁民都被得到拯救 列王必做你的養父 王口必做你的羽毛 所以有很多猶太人寄居在其他國家 皇 王口 就變成養父 和羽毛 他未必將臉腹地向你下拜 便填你腳上的塵土 這未應驗 其他國家 列王 王口 向猶太人下拜 現在未成實現 你便知道我的事 等候我的不治 羞愧 所以到基督再來的時候 千興年國度的時候 萬民萬國都要向基督下拜 好了 四十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節 勇士搶起的豈能奪回 該努力的豈能解救嗎 大爺說 如說 就是勇士所努力的也可奪回 上帝可以將他們被奪走的回歸 強暴人所搶的也可解救 與你相憎的我必與他相憎 我要拯救你的兒女 這是神的應許 並且我必是欺壓你的 食自己的肉 也要以自己的血學罪 好象學田就一樣 凡有血氣的 必都知道 我而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贖主 是雅的大能者 所以這個是 上帝最後要拯救的時候 凡攻擊迫巴以色列 猶太人 都會受審判 好像是吃自己的肉 喝自己的血 好了 五十一章 以色列書三節和九節十一節 夜華已經安慰石安和石安一齊的方場 使曠野象伊甸 使沙漠象夜華的原油 在其中必有歡喜快樂 感謝和歌唱的聲音 夜華的傍秘 夜華興起興起 以能力為意而穿上 將古時的年日 上古的世代興起一樣 從前撼碎拉下白 刺頭大雨的 不是你嗎 使海與深淵的水乾固 使海的深處變為屬民經過之路的 不是你嗎 你是說以色列 過紅海 採集的時候 神的拯救 夜華 舊屬的民 必歸回 歌唱 來到石安 永樂 必歸在他們的頭上 他們必得著 歡喜快樂 憂愁嘆悉 盡都逃避 這個已經現了 以色列復國的時候 真是以色列 他們回歸了 非常開心 打勝仗了 好了 我們在這裏要看一看的是 使曠野將伊甸 使沙漠將 野華的原油 如何應驗呢 就是以色列民回歸之後 將沙漠變成 農田與果園 使曠野將伊甸 沙漠將 野華的原油 以色列回去的時候 巴勒斯坦是一個 荒野來的 以前的馬克 普溫那 馬勒斯坦 他在著作裡面 也有形容 巴勒斯坦 是荒涼之地 但是以色列人 他們回歸之後 是不斷地開口 努力 扣上達給他們的智慧 他們懂得一些 水理工程 將沙漠地 變成綠洲 變成農田 他們懂得 最早期在以色列復国之前 以色列人回归到巴勒斯坦地的时候 他们弄了很大的水桶 巨型的水塔 灌溉的 就是销灌的技术 他们用这些滴滴滴 一滴一滴一滴的技术 就是用最少的资源 最少的方法 达到最大的果喉 这里有储水池 不断地动动灌溉 我们看到这就是沙漠 本来全部都是沙漠 但是沙漠已经慢慢一半变成绿洲 这是以色列地 这个很伟大 这就仍然了以色列书的寓言 在抗野 在抗野变成伊甸 变成耶华的缘由 不仅如此 他们将海水变成淡水 他们有些技术 可以将海水 经过一些光合 太阳的能 然后将它转换 变成食水 这个就是将盐 dissolination 将这些盐 去盐化 将海水的盐分去走 净净就变成淡水 变成清水 可以喝 又可以灌溉 另外 还有他们在农业 因为要用沙漠变成农田 变成原油 比伊甸园 有生果 他们掌握天然的杀虫技术 所以他们的食物全部有机 没有农药 他们不用农药 为什么呢 他们是用这些昆虫 用以虫杀虫 用一些特别的昆虫技术 所以有些杀虫公司 这些杀虫公司 不是用法学剂 没有农药 不是的 他们是养很多的蜜蜂 养一些虫 来杀其他害虫 养一些好虫去杀害虫 养一些蜜蜂 养一些蜜蜂 用番茄交配 在温室里种了很多番茄 这个他们很有智慧 还有 他们有些老鼠 是会吃光 他们的农作品 为什么要杀老鼠 以前是用毒药 但是他们用这个 猫头鹰 这种猫头鹰 在肉蛋那里买 买了回来之后 就养这些猫头鹰 那些猫头鹰 那些猫头鹰 可以将几千只老鼠 全部吃光 所以他们就可以 有他们的农田 有他们的果园 有这些绿洲 这就是用人的智慧 给他们的 和应验了以赛亚的 这个预言 将沙漠变成 叶华的原油 将抗野变成伊甸 伊甸园 好了 我们再来看 以赛亚书的十七节到五十一章 十二节到十六节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怕哪逼死的人 怕哪要变如草的世人 却忘记铺张诸天 立定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又因欺压者 涂谋毁灭 要发些暴露 整天害怕 其实哪欺压者的暴露在哪里呢 被拿去的快得释放 必不死而客亨 他的食物也不自缺乏 我是耶华你的神 繞动大海 使海中的波浪烹空 万君之耶华是我的名 而我将我的话传给你 用我的手影 遮蔽你 为要栽定朱天 立定地基 又对石温雪 你是我的百姓 这也是我们讲的 上帝的一个同在 保守 鼓励他们 不要害怕 不要怕人 尤其是逼迫他们 这里有些句子 有些人看不明白 必不死而下坑 什么意思 原来古代近东 大部分的地区 就是用这个土坑 作为 坐牢的 将地 滑个洞 一个坑 然后将你推到坑里面 坐牢 即是说是 是会被坐牢 但是坐牢的被拿去 都会得到释放 上帝一定会保佑他们 保守他们 好了 17节到20节 耶路撒冷 轻起轻起 站起来 李松爷说 手中喝了他奋怒之杯 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 着 以至何尽 他所生育的猪子中 没有一个引导他的 他所养大的猪子中 没有一个参赴他的 他所养大的猪子中 没有一个参赴他的 这是一个灾难 那你的众子发昏 在个市上口 在个市口上淌和 好象黄羊在网络之中 都本了耶路撒冷的愤怒 你神的斥责 那这个呢 我们看到 主要后的七十年呢 提到张温 来攻打耶路撒冷 就是这样的了 当时呢 真的没有一个 能够去拯救耶路撒冷 能够呢 引导他 就是 吃了东西 说愤怒的杯 愤怒 愤怒神的一个怒气 临度 已经应验了 好了 继续看了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因此你这困苦 却非因酒而醉的 要听我言 你的主要就是 为他百姓便屈的神 如此说 看下我这张 那是人东倒西歪的杯 就是我愤怒的酌 从你手中接过来 你必不自再喝 这个就是 神的愤怒结束了 会回归了 会复过了 这个圣城会重建 我必将这杯帝在虎待你的人手足 就是 攻击以色列人的敌人 他们曾对你说 你屈身 由我们战踏 过去罢 你便以背为地 好将皆使 引人经过 想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拉 逼不犹太人 纳粹 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候 真是这样 很惨 踐踏过去 但是主耶说 就是招罪以色列被剑散的说 再者被招罪的人以外 我还要招罪别人 归并他们 就是以色列将会被招罪回归 回去 但是在以赛斯第五十六章第八节 还会有其他人招罪别人归并他们 什么是别人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罗马书九章三十节 就是指爱邦人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爱邦人 凡得了义 就是恩信而得的义 所以就是 到了末世的时候 上帝不单单将以色列招罪回归 还有呢 爱邦的信徒 恩信称义 都成为了新以色列人 熟灵的以色列人 都会被招罪一起 归并他们 就是跟真以色列人 犹太人 归并在一起 都成为了神的八成 神的子民 这样的意思 好了 以赛斯五十八章六节到十二节 我所简设的禁食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性 解下握上所 使臂欺压得自由 截断一起的握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级 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贡人 接到你家中 见赤身的 卡塔衣服遮体 固恕自己的骨肉 而不掩藏膜 这若你的光 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 要速速发明 你的公义 必在你前面行 要说那些荣光 必做你的后盾 如果行善 看顾那些穷人 那些流浪 那上帝的光 就会在你的面前 就发现 早晨的光 整个医治 会临到什么公义 走在你面前 那时你求告 也说必英文 你呼求他必说 我再者里 你若从你中间 除掉重握 和指责人的指头 并发恶言的事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 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 你的光 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 必便如正午 如果行善的时候 上帝就会把光照你 让你离开黑暗 也说 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 使你心满意足 上帝就祝福你 引导你 骨头强撞 你必将僵灌的原子 又将水流不绝的泉月 又说到 将沙漠变成农田 那些趋于你的人 必收造以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策位履带的根基 你必称为 补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实际上 犹太人很多基金 他们的基金帮助了很多被老的德式房 不只是犹太人 好像在越南当时 有很多难民 没有地方去的时候 其实犹太人捐了一些钱 令很多 那些越南人 都去到一些地方居住 所以犹太人 他们有些基金 他们有些人捐了钱 其实是救助了很多流浪 很多难民 所以上帝因此祝福以色列 让他们復国 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这些经文 以赛亚书的预言 以色列的税会是回归 愚民 剩下的一班 我们相信在末世的时候 上帝会再在东南西北全世界各地 将以色列人再一次回归朝 回到以色列地 到主再来 江南的时候 还要将所有信徒都聚责 秘台升天 然后我们和以色列人一起合并为一 当然 还有些未信主的犹太人 在大灾难之中 在他挣扎受苦 最后在灾难之中 都是有人 以色列人信主的 最后都要归入 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去 好 今天我们的主要学做到这一说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 我们从以色列书里面 预言到以色列 愚民要回归的 预言 真是很奇妙 连沙漠都可以变成 这个六周 愿上帝 祝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其他日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圣明 阿们